我今天讲的这几个 相信你和大家肯定都没听过 因为大家肯定听过什么南极洲有 什么金字塔 有洞 南极洲海底的天线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真真实实科研人员在南极洲遭遇的神秘事件 大家好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好比你拿不住 旁边是调查员小仙 大家好 终于要开始讲南极洲了 我们先来介绍南极哈 南极顾名思义是地球上最南端的大陆 也是地球上最难到达的大陆 为啥 因为它整个被南大洋环绕 而这片南大洋上随时都是6到7米高的海岸 一般我们大陆周边有个两三米的海岸很正常 但是它那个是6到7米高 其实很难突破 对 还有上次讲的25米高的海岸 是 所以直到1820年 人类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发现了南极洲这片大陆 也就是真正的登上了南极洲 整个南极洲面积有1400万平凡公里 相当于两个澳大利亚这么大 它的土地有98%被冰雪覆盖 其冰的总量占地球上冰总量的90% 也就是说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地方 包括北极在内的地方 只有冰的10% 地球70%的淡水也以冰的形式被封存在了南极洲冰盖里 为啥南极洲面积不大 但是它冰价有量那么高 是因为南极洲的冰盖不仅是面积大 而且很厚很厚 最厚的地方可以达到4000多米 南极洲也是地球上气候最为恶劣的地方 年平均气温在零下50度以下 我们记录到的地球上最低的气温也是发生在南极洲 为零下89.2摄氏度 基本上在这个温度下钢铁会脆断 南极洲不仅冷风速还大 年平均风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 在南极洲边缘地区也就是靠海岸的地方 风速更大能到每小时200公里以上 所以南极洲边缘地区除了冰盖没有高山 南极洲还是地球上第二大高原 除了青山高原以外的第二大高原 并且南极洲还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 大家不要觉得撒哈拉大沙漠是最干旱的 其实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地方 但是因为南极洲的这些天气这么恶劣 气候这么恶劣 所以南极洲的自然灾害的频发 尤其是暴风雪雪崩和冰川断裂等等就是这些 就是因为这些因素 南极洲成为了地球上生物种类最少的大陆 也是唯一一个没有本土蚂蚁的大陆 其他的大陆都有本土蚂蚁 但除了南极洲没有 活不下去吧蚂蚁 活不下去 那么狼 关键是蚂蚁是打洞的吧 对 它打不过去冰打不过去 太难为人家了 整个南极洲大约只有190种生物 整个南极洲只有190种生物 其中包括了昆虫无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 为了研究南极洲这片神秘的大陆 截至2024年 共有47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89个科考站 其中长年开放的科考站有45个 基本上都分布于南极洲大陆的边缘地区 或者半岛上 这45个科考站里面 中国有5个科考站 分别是1985年建立的长城站 1989年建立的中山站 2009年建立的昆仑站 2014年建立的泰山站 2018年建立的秦山站 他们分别对南极洲的大气物理 海洋学 生物学 地质学等等方面进行研究 在南极洲的研究中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奇怪的自然现象 比如说发现了死亡冰柱险阱 现在画面上的就是死亡冰柱 你知道你看过吗 我只看过 也很 但是非常残狂 对 也很残忍 只要死亡冰柱触碰到的时候都会被冻死 原理啊 因为盐分不厚 正是因为南极天气恶劣 生存困难 导致了我们现在对南极的了解是非常少的 其实我们对南极的了解 比我们对海洋的了解 比起我们对宇宙的了解 也多不到难去 可能就10%到20%左右 而我们探知的部分 也充满了各种超出差点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南极 肯定是隐藏着什么东西的 特别是在冰层下面 可能是外星文明 可能是超古代文明 这些传言的来源 不仅仅是南极那些神秘的照片 还有一些神秘的爆料者的经验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1995年是一位布莱恩和同伴那场经验 在营地进行天气冰层野生动物的研究 根据规定 这些科学本来应该每天都跟东面200英的 迈克莫多基地进行报告 每天都必须报告 这是例行的 然而迈克莫多基地已经有好几天 没有收到这个科研团队的消息 这种行为在南极的研究活动中是非常危险的 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规定的事件 所以迈克莫多基地就派出了一个救援小队 前往伯德地营地进行调查 布莱恩驾驶的C130运输机 在营地上空攀升了好几圈 当时的天气是非常晴朗的 能见度非常好 机组人员能清楚地看到研究营地的屋葬 油桶 研究社 还有在研究营地外整齐排列的雪地摩托 一切都井井有条 但是没有任何人从小屋里出来 这点非常奇怪 为啥? 因为C130这架飞机是一个四引擎的螺旋桨飞机 低空飞行的声音非常大了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有营地里的人 从营地里出来看是什么情况 但是没有人出来 飞机降落后 救援人员就开始检查营地 这15名科学家 应该是在两周前被布莱恩送到这里了 送来的时候 他们携带了足够维持一个月的物资 但是现在这里空无一人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救援人员检查了无线电 无线电是正常的 物资只消耗了几天的物资 于是救援人员就用营地的无线电 向迈克莫多基地发送了报告 说这里没有人 没有尸体 没有任何打着挣扎的痕迹 所以科学家像是消失了 而且只消耗了几天 说明他们送来不久就消失了 对不久就消失了 迈克莫多基地的指挥官非常困惑 就命令救援队进一步仔细搜查 并且还命令布莱恩使用C130运输机 扩大搜索范围 布莱恩就在营地上 盘旋了几个十公里横的圈转 试图寻找科学团队留下的痕迹 但是布莱恩心里很清楚 在南极州这个地方 如果刮起暴风雪 但是那个人不在营地 那么这些人铁定是回不来了 而且他一定找不到任何痕迹 因为这个事情在中国科考站是发生过的 一个科研人员想从AU营房走到B营房 整个两个营房先距不到五米 五米 但是他从门这样出来再转回来 可能有七八米的距离 而且他身上还有安全绳 那天刮起了暴风雪 就这么短的距离 这个人就不见了 南极州的天气就这么样了 所以呢 他周旋了好一圈以后 发现没有痕迹 就回来接走了救援队的人 他们只能飞回麦克莫多基地了 整个科研团队只能报告为因事故而失踪 但是一个多星期后 布莱恩突然接到了紧急命令 要求他们立即前往玛丽博德地营地 就在刚刚玛丽博德地营地联系了麦克莫多基地 那些科学家要求 就立即撤离 在无线电里 博德地营地的科学家们表现得非常急切 反复表示要立即离开 麦克莫多基地的指挥官非常着急 他也很奇怪 迅速动员人员 两个小时就带着救援队到达的玛丽博德地营地 机组人员到达的时候 发现科学家们已经将所有的物资装备全部打包好 砖上图盘 马上就准备走了 飞机降落的话 科学家小组就在绝对沉默中登下了飞机 救援队人员肯定会想询问他们 你们怎么了 是吧 你们是不是还好 是不是需要医疗救助什么东西 但是这些科学家们只是惊欢地躲避着救援队的衍生 回避他们的问话 很奇怪 从飞机离开玛丽博德地营地到降落到麦克莫多基地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所有科学家都是一脸沉默 没有人说一句话 一个字都没有人说 他说是hello 在飞机落地的话 科学家们立即就被告知乘坐另一架飞机离开南极 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 也能看出这些科学家肯定经历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科学家们的装备 包括他们的衣物等等个人物品 又被转到了一个空的储存设备里面 上了索 送往了美国俄亥俄州的莱特帕特森基地 大家如果经常听我们的故事 肯定不会对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闹声 因为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是美国调查UFO的基地 也是蓝皮书项目的总指挥部 这就很奇怪了 更奇怪的就是 参与这次救援队的所有人都被指挥官召集到了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里面早就停留了两个黑衣人 又是黑衣人 他们告诉救援队员 你们永远不能谈论这件事 也不能提起任何相关的内容 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机密 我们要说的就是 这个对于布莱恩来说 他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到这个会议 这一次他参与到这样的会议是在1985年 当时布莱恩执行了一次紧急的运输任务 这次任务是运送一个众山员去麦克末多基地进行就职 为了节省时间布莱恩和搭旦决定飞越南极的一个禁飞区 在这个禁飞区上空 他们仍然看到了一个足球敞大的空洞 这个空洞明显是人造的 因为它有复杂而整齐的极合形状 看上去像是一个建筑物的一部分 而且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能明显的看到冰冻周围有大量的轨道 还有明显的人工活动的痕迹 就在成功降落到目的地后 布莱恩和他的技术成员 立即就会召集到了指挥官的办公室 指挥官办公室里面就有两个黑色西装男 指挥官严厉地询问布莱恩 为什么违反规定飞越紧急区 布莱恩解释了 是为了挽救飞机上的重症病 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很合理 整个训论过程中 指挥官在房间里面不停地躲步 自言自语 直到最后看下那两名西装男 两名黑西装男说 好吧 先生们 你们什么都没看过 你们没有飞过那个区域 你们之后永远不能再谈论这些事情 明白了吗 几组人员一致同意 他们从此不再提及这些事情 其实大家肯定听出来 上面提到的布莱恩是一个画面 虽然布莱恩已经从海军退役多年了 但他仍然不愿意透露他自己的权名 可他在具体什么时候在哪 是谁怎么服役的 他只是说 我在南极服役这段时间 在南极州执行了数百次任务 曾经多次遭遇了不明飞行物 和遭遇了不明事件 同时呢 和他一起过来作证的 还有另一个人 他把自己称作斯巴巴一号 为什么他这么自己称 我们来听下一件事情 2003年 又是麦克莫多基地 派出了一支海豹突击队 前往比尔德摩尔冰川 名义上 这是一次例行侦查任务 实际上是一次撤离行动 这支海豹突击队的指挥官 就是这位斯巴达一号先生 他们团队的领导的命令 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回 一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 这个让这个任务 显得非常奇怪 因为这位科学家 只是一位冰川学家 所谓的科研成果 不过是一些他拍摄的冰川照片 而为啥要动用海豹突击队 去把它弄回 这单识斯巴达一号自己也很迷惑 但是当海豹突击队接近目的的时候 他就明白为啥了 因为他们在南极的整个冰盖上 看见了一个黑色八角形物体 这个八角形物体突出在融化的冰雪上面 突出来 突出部分大约有5米高 明显这个规则的八角形物体 肯定不是自然形成的 是人造建筑 斯巴达小队停留在物体前面 走近观察这个物体 发现这个八角形的建筑上 有一扇巨大的门 在门上可有一个奇怪的标记 是一个三角形 中间有两条线穿过中心 裁判这件事的记者林达·莫尔顿 展示了一张1993年 在墨西哥城发现的硬币 上面有同样的标记 那说明 南极州可能跟墨西哥城有啥关系 斯巴达一号 轻轻推了一下那家巨大的门 门就被打开了 就这么推一下就打开了 5米高的门 海豹突击队就进入了建筑屋内 此时他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们发现建筑屋外部 南极州啊 零下40度 而建筑屋内零下20度 反正效果这么好了 是结界吧 有可能是结界 在所有斯巴达小队进入建筑屋后 门就在他身后慢慢关闭 里面是一条缠缠的像下的缠栏 缠栏墙壁发出了柔和的绿色的光 而且他们能隐隐隐隐的感觉到 温度就是来源于四周 墙壁上呢有一排排的文字符号和雕刻 斯巴达一号说啊 这些文字符号有点像埃及的线型文字 或者玛雅文字 但是也有所不同 很快斯巴达小队就沿着那个走开线下 发现了科学家 还有他的所有拍摄设计 斯巴达小队就问了科学家 这个地方你觉得有多大 科学家指着走完镜头说 波道向下还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区域 据他估算整个建筑物可能超过25公顷 大约是22个足球场这么大 上面的八角形建筑物只是一小部分 只是个门 大部分都在冰层之下 斯巴达一号还说 这扇大门只是进入这个建筑的一个通道 在2004年的时候 虽然他们有直接去参与另一项研究 但是他听说 因为他们海报图就对的吧 他听说他们有同事 发现了另一个进入这个建筑的入口 但这个入口呢需要乘坐潜艇 在冰层之下寒行4公里多才能进入 非常危险 因为潜艇他也能过的通道也非常狭窄 非常难过的 并且据说啊 冰层下的进入的地方是这个建筑的底层 他们建造的那个八角形入口啊 是进入这个建筑的顶层 底层和顶层是不同的 因为底层好像有人在使用 安逸桃的人 他看到那个人吗 没有 他听其他人说的 好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这两个人的笔属 我们再讲第三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是来自2002年4月13日 美国一个保守党派的晚站 这个晚站在4月13号用这样一个标题 美国否认视频中拍摄到南极州有巨型废弃建筑物 故事的内容呢 是讲美国一家电视设置公司设置组去南极 他们想去拍摄一部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呢是调查了一项大规模的在南极州的考古挖掘工作 但是这个设置组的所有人都失踪了 救援队只在他们的生前最后发行地点找到了他们的营地 还有一些录制设备 还有几盘录像带 有一些古老金字塔类似的建筑群 当时展示的坐在下面有美国军方的人员 立即没收了所有下载 这家电视设置公司得到这个消息 因为录像带的部分内容流出了 上面确实有他们电视公司的logo 就急速的军方想要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 但是这家电视设置公司就输了这场官司 一年以后电视公司就倒闭了 很明显的这个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以上这几件事情都发生在2005年以前 2005年以前跟现在有啥不同 以前我们没有谷歌地图 现在我们有谷歌地图 虽然这些政客还在尽最大努力掩盖南极洲的一些神秘事件 但是百密还是有一书 2007年谷歌地球上就出现了一张非常奇怪的图片 这个图片上是一个洞穴 洞穴宽70米 入口处像是有人修建了阶梯楼梯 进入洞穴里面 而且周围有被大型机器设备压过变色的痕迹 几个月以后 这张图片就从谷歌地球上消失了 直到2019年这个洞穴又出现了 但是这一次图像分辨率非常差 其实你们大家现在在南极洲就不用推大了去看 就这么远远的看 都能发现有些部分分辨率非常差 很奇怪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 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啥时候 只会出现在一些军事设施的地图 这球照片上 很明确肯定是在掩盖上 对 好 在谷歌地球上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图像 比如说在南极洲 有一张看起来像人脸的照片 非常像火星上的人脸 还有一张看起来像追回宇宙飞船的照片 有人说这艘宇宙飞船 可能是和2017年10月份发现的 星际宇宙飞船奥默默 是一批的宇宙飞船 但是追回到南极了 等等 总之目前来说 南极洲还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传闻 但是各种各样的传闻 有些有确凿的证据 但是光传不承认 反正你还怎么传 但可以肯定的是 南极洲肯定隐藏着非常多的秘密 其实这两个故事有很大的问题 对于传播来说 它有很大的问题 问题最大的地方就在于 它只有头没有尾 像比如说高跳行动 怎么开始的 怎么演化的 对 到最后这个人怎么回来的 对 是完整的 但是我提到的这几个故事 全都只有 怎么去的 发生了什么 最后怎么样的都没有 对 结果 结果都没有 结果只是打黑衣人一出现 那故事结束了 告诉你 闭嘴 但是大家没想过 其实这样的故事 才是最有可能的 为啥呢 如果一个故事很完整 怎么都很完整 那它是不是就更像一个写的故事 所谓的叙事三要素 六要素 起因经过结果 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结果 但是实际在我们生活中 发生的很多事情 其实就是这样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因为可能被封堆了 可能被堵住了 可能被受到什么命令了 对 可能 就是没办法传播出来 对 我可能传播给你的东西 也是有限的东西 这个才更真实 这样的故事 可能才更真实 对 那有啥小物 没有了 我想看一下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 上那张图 或者现在实时的Google Earth 再看一下 好 那到这儿 我们看Google Earth去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 收藏 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Google Earth Google Earth